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明星,我是小明星 那麼今天我們要來玩 黑金拿破仁最暴力的一個常駐主殼喔 沒錯,就是在畫面中看到這一隊配置 那這隊除了塞滿了很多的常駐真身之外呢 我們還帶上了超級多的黑金龍科 那除此之外,我們還帶上一個非常特別的隊員 沒錯,就是土蜘蛛 他的極限昇華能力是可以在全魔環境下 還可以額外增加攻擊力喔 那這隊到底平坦有多噁心呢? 接下來我們就從實戰來跟大家做一個講解 好的,那接下來我們來實戰這一隊 那這隊其實就是一個娛樂主法啦 因為隊員都是篩藏制服沒有任何解版能力喔 但是,其實拿破仁本身就有給超級多的解盾能力了 所以我們用這隊來打全新的地獄集也是可以過的啦 好,那一進關的話敵人會有這個屬性克制減傷盾喔 所以在這裡一開始進場的傷害不是完整的 大家看看就好 那主要我們可以看到這一隊在一進場的時候 魔族進場CD檢視喔 那土蜘蛛本身的極限昇華 也是可以讓他一進場就可以開技能 所以這隊其實你要的話 一進場就可以開土蜘蛛來去做一個增傷 好,那來到第二關這邊我們有一個固板 直接帶有敵人 這邊我們可以看完全沒有開任何技能的平坦 是直接破兩兆的一個輸出量囉 好,那今天來到第三關囉 第三關這邊我們有常駐增傷可以開了 我們可以來稍微看一下傷害 這邊開了兩個常駐增傷加上拿破仁的雙技能 OK,然後接著我們就拉個角色珠來看一個傷害水準 這邊直接來到了首燒29COMBO 好,我們來看一下傷害 這隊傷害其實也不是完整的 因為有幾下傷害是被吃掉的 但即使我們有幾下傷害被撕掉 仍然是能夠穩穩的破罩沒有問題喔 所以這隊大概平均都有一個10兆以上的平坦輸出量 可以說是現在最暴力的隊伍了 好,那這裡的話我們直接有個固板 然後再加上拿破仁的2技能13兆的輸出相當療癒 來到第四關 好,這邊我們顧獲鳥的技能開起來了 那到這邊為止我們就把所有的常駐增傷給開啟了 那同時我們再搭配拿破仁的2技能 來看一下總共會有多少爆發 好,這邊到爆發天下來到16COMBO 拿破仁2技能可以直接無視無數盾 好,那不過這邊即使只有拿破仁2技能無視無數盾喔 仍然是破50兆的傷害,相當恐怖 那如果完整的傷害應該有機會接近100兆之類的喔 好,那這裡的話我們就直接開解鎖 拿破仁的解鎖技能 然後停降到25COM 直接帶走敵人,沒有問題 停到左上方我們的狀態已經佔了4格了喔 好,那我們這邊開拿破仁的2技能 加上孤禍鳥,拉角射珠 這樣我們就會有固定版面 這對內建無視固定連擊 所以我們就直接做輸出 可以看到基本上常駐都接近50兆啦 那如果說打比較痛一點 可能就是破百兆也都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好,那往王一這裡 我們這邊要洗個技能 讓拿破仁的技能跳起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拿破仁的技能 直接無腦的解30之盾 好,那這邊我們直接手轉 那這個地獄集是蠻做球的 所以這隊就可以帶這種 一堆常駐增傷都沒有問題的喔 好,那我們就直接帶走敵人 那接著來到了我最終王關 那在這裡的話我們就直接 把拿破仁的2技能開下去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隊的傷害有多猛 好,這邊稍微疊出一下 可以發現到我們這邊 拉了拿破仁的角色珠 然後手燒一組的屬性珠 然後接著開龍科 我們就直接快轉到龍科 開完,好 來看一下最終爆發 這邊是打克屬的 基本上都是百兆 200兆的一個爆發 相當恐怖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了喔 如果大家喜歡看更多更新的影片 不要忘了開啟下你的按鈕 以及旁邊的小鈴鐺 開啟新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謝謝大家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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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